为什么发现神秘现象的都是外国人 为什么神秘建筑物里墙壁上都是埃及文字和玛雅文明 五千年真实存在的中国连传说都比不过 虚拟的玛雅文明和弄虚作家的埃及文明吗 这是一位网友在我们节目里的留言 其实作为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文明谷歌 神秘的东西其实数不胜数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 我们的神秘时代错误一物 大家好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臂纳不住 旁边是探索者小千儿 大家好 关于这个网友的问题 我们放在节目最后才来回答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 我们中国真实存在的一些神秘的古代错误一物 所谓古代错误一物 就是我们觉得古代不应该存在这些东西 这叫古代错误一物 第一个叫做龙游石窟 龙游石窟位于浙江省龙游县岩贝村 原本这些石窟里面充满了水 是岩贝村世世代代代洗衣服钓鱼的小水塘 在1992年的夏天 一位岩贝村的村民在其中的一个小水塘里面 钓起了一只37斤的大鱼 这个岩贝村的村民就非常好奇 因为这几个小水塘里面 村里面有很多传说 比如说这些池塘从未干涸 从来没有发现过 这些池塘有底也就是深不见底 池塘里面的水和鱼源源不断 从来不会断绝 算是很小的一个水塘 于是这位村民在钓鱼老的精神的鼓励下 就拉了三个兄弟决定 还干这个池塘 其实目的呢 是我要抓鱼 因为有37斤的鱼 对 哇好大呀 37斤 是啊 刚才我就很奇怪 你为什么没有发出七斤 看37斤啊 好 1992年6月9号 这位村民统合了那三个人吧 刚才说到 搞来了一台抽水机 连续不停抽了五天 这个只有20平米大的小水塘 水位才看看有了一点点下降 但就这么一点下降 却坚定了这四个人抽干水塘的决心 不是因为有大鱼 而是因为退去的水中 出现了一道石梯 石头座的阶梯 一直通向弹心的深处 看到这个情况 周边的村民也决定加入一起排水 所以村民就凑了四台抽水机 一共五台抽水机 不眠不休的连续工作了17天 水塘被基本排干了 此时村民才发现 这个小水塘是一个大型人造洞穴的入口 原来村民周围的这几个水塘 其实就是这个大的人造洞穴的天窗或者入口 而且他们刚好排成了北斗七星的形状 北斗七星就是小水塘组成了 组成的 有大墓吧 确实是曾经是盗墓笔记的去境地 就这儿 你知道这个里面的洞穴或者石窟有多大吗 这个石窟一共有24个洞窟 虽然有14个已经倒塌了 但是其余几窟可以说是完毫无损的 洞穴的天花板呐成精确的45度脚向下倾斜 虽然洞穴是独立的 中间是有墙壁 但是所有洞穴的地板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工程量不小啊 洞穴和洞穴的墙壁也是精心设计施工的 每个墙壁的厚度都只有50公分 洞穴内的墙壁雕刻的非常精细和光滑 你看是不是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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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最可怕的是整个洞穴是从一整块沙岩上凿出来的 简直不能相信 这个只是有凿凿锤子的古人建造的 龙游石块在互联网时代就很快就火到了国外了 国外著名的万行人搜集网站 该啊这么评价龙游石壶 但是啊他们提到的这些东西 也不是空穴来风 龙游石壶本身就有很多谜团 这些谜团是我国政府就是龙游县政府都承认的 他们政府有一个网站写了 第一个是照明之谜 您看这个龙游石壶你看这个图片 这个龙游石壶的规模一看就是非常大 而且雕刻制作的非常精细 所以建造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人花很长时间建造的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看这个龙游石壶 都是有很多人造官员的 是吧 那么在洞窟建造的时候就绕不开一个问题就是照明了 古人的照明翻是只有一个火把 用火把一定会在洞穴上留下火把的熏烧的痕迹 或者烟雾残留的痕迹 对不对 但是你们看龙游石壶的墙壁上 没有任何这些痕迹 从图片和视频上能看到实际很光滑 颜色也是沙岩的白色完全没有火把熏烧的黑色 第二大秘体挖出来的食料去买了 龙游石壶平均面积是1000平方米 高度应该相当于至少有五六层楼的样子 用GIA专家的原话就是 龙游石壶有三个半截区这么大 这肯定是需要挖掘出数百粒方米的岩石的 浙江主要以沙岩为主 平均密度为每粒方米三吨 那么要建设的龙游石壶 需要挖掘出数百万吨的岩石 然后再对岩石进行精细的雕刻 在没有先进的技术情况下 仅凭手工枣子枣 这有多困难就不用我说了吧 但是那些枣出来的食料在哪 现在没有发现就像贫困消失了一样 问的好 不知道 你知道为啥不知道吗 它里面没有任何可以标记年代的地方 第三个 奇怪的痕迹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洞穴墙壁上的雕刻的痕迹 一层一层的 其实所有的雕刻都有 乘60度的倾斜的凿痕 这个图片太大了 如果放细看那些 一层一层的里面 又是倾斜60度的凿痕 首先这是一种非常一致的倾斜规则 人工凿刻是很难实现 如此规则的倾斜的 这种倾斜的痕迹更像是 现代的挖掘机或者凿石机 开凿下来的痕迹 尤其是这种整齐程度 好 最后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知道 这个龙游石壶是什么时候开凿的 一个主要原因是 没有任何文献记载 有记载就好办 是吧 是彩石产还是仙库 直接确定就行 但是没有各种文献都没有 包括龙游线限制 都对这几些石窟只字未提 另一方面是 这些洞穴规模非常的大 从照片上也能看得出 雕刻的很精细 肯定是花了很多人力物力进行修建的 彩石产就是为了彩石头 那彩石的石头去哪了呢 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如果我真要彩石的话 我把上面的浮土抛开 我整块取石 比这种凿一个洞进去 要方便多了 对还专入做一种空间 是吧 感觉是住的 对感觉是住的 所以很多专家猜测 这个应该是当时人们用来 躲山贼的安全洞 或者是战乱时期 对但是呢 里面没有任何相关的痕迹 所以无法确定 年代用途开凿方式开凿人员都无法确定 这就造就了今天这个神秘的浓游事故 之前我们有一期节目讲到过远古核战争 说在埃及的大沙海里发现了大量的绿色玻璃 可能是远古核战争的遗物 为了防止人类可能的再用核武器把自己炸没了 挪威政府于2008年设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的全球性的植物遗传基因库 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也是建在沙岩山的内部的 据说能承受6.2级地震以及大单量的核武器攻击 所以这个龙游石窟会不会是善一代人类为躲避全球核战争而建造的吗 不仅如此啊 其实龙游石窟还有很多谜团 现在呢 单地政府早就在 应该说早就在组织考察人员进行检测和保护了啊 龙游石窟会不会成为中国 古代拥有某种失落的先进文明或者失落的高等文明的证据 不好说啊 现在就 第一个是没有办法测定这个东西 你碳14你也没办法测定石窟的年代 它跟地球同瘦 对除非有人造物或什么样 对除非有人造物啊怎么样的 能够标识这个年代 没有 限制也没有 所以没办法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古牙时居 古牙时居应该是中国最大的悬崖驻站 其实也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完全在石壁上凿开的悬崖驻站 古牙时居站位于北京市延庆县 沾山营东门银村西北2.5公里去的山坡山 1984年古牙居在一次文物普查中被发现了 整个古牙时居全是在一个陡峭的花岗岩石壁上开凿 花岗岩 这是个花岗岩 一共开凿了147个石室 石室内高度一般为1.5米到1.8米 石室的内部设计成蜂窝状排布 组织成两个不同的村庄群 也就是这种东西有两个 石室的设计从正翻形缠翻形到圆形不等 有的石室有很多房间 有的石室甚至有很多层 上楼下楼的地方还雕刻有泛制梯子用的凹槽 非常精细的 古牙时居时室的门 窗户火看 烟道 灯架 桌子甚至是牲口槽全是由石头雕刻而成的 这些东西布局合理设计精美 设计建造者应该有极高的这种家居风水布局能力 从建筑工程和设计专业的角度来看 洞穴的结构尺寸一致 岩壁厚度相同 布局紧凑 不仅如此 建筑设计者还设计了户户联通的十楼梯 桥梁 石桥后 并且沿屋顶和道路边还设计 建造了排水槽和收集雨水的系统 这些系统同样是在石壁上开凿而成的 这些细节都显示了设计者和建造者 对环境管理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设计机 还有一点强大的自信心 你不让它设计出来 它全是凿的 你凿开就没了 它一定是规划的很好 而且一定可以 它怎么干 你看这边是床 里面是另外一个储残室 这边是一个小窗台 就是那种飘窗一样 我们饭东西的地方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灯 石油灯 你知道吧 很牛逼 凿的石阶 这边就是雨水流下来的 应该叫什么倒水槽 这边也是 倒水槽下面还有一个收集雨水用的池塘 也是石头凿船 古牙石居现在整个都是迷藏 是谁建造的 为什么建造 如何建造 这些人最终去了那 全都是迷藏 就是考古学家推断 古牙居建造年代应该在一千年前到两千年前 怎么推断出来的 第一 在进明代之后 北京已经是都城了 你想搞这么大动作 不可能没人知道 所以一定在这个之前 第二 这些推测来源于古牙居找出的文物 最早只能追溯到辽带 就是我们中原的宋朝之间 那也就是在一千年前 但是这是文物推测 他只能推测说 这有辽带的文物 对 但不能确定说古牙居就是那个时候凿的 对 所以推测到一千年的市场 一千年前到两千年前 那为什么止于两千年前 是因为那时候才有工具吗 不是 他们觉得两千年前 这个地方没有人能有那么大能力开造这些东西 第二个是 他们觉得两千年前的人 不应该有那么强的设计 家居风水布局能力 所以他们觉得两千年到顶了 到顶了 但是没有铁证说啊 这就是两千年前的 没有这种这些 所以跨度很大 所以有很多国外的阿卜独人 要么中国先民可能掌握了某种 他们不知道的超线科技 或者有某种神秘的古代文明来到这儿 帮助他们建造的这个东西 但是因为这种古代文明可能有某种原则 所以只帮他们建造 没有给他们超现代的科技 而且他们是有证据的 当然这个证据我们先不论它算不算证据吧 但他们自己觉得这是证据 而且证据来自秦始皇 怎么跟秦始皇又搭上关系了 好我们就搭上现在下一个题目 金字塔 首先一般来说提起金字塔 大家会联想起来埃及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金字塔 而且数量规模远超埃及 超过200座金字塔 保守估计都有200座金字塔在我们中国 在哪儿啊 有一部分在关中平原 也就是西安周边 西安周边怎么没听说过呢 一旦我们发掘了 会出现比兵马俑更严重的问题 不是说是颜色没有了 可能整个都没有了 保护性能 对了为了保护它 同时也是为了让国际闭嘴 我们就干脆不研究 等到以后未来我们有这束实力 完整的保护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再来发掘研究 也不急在这一时 其实有一些初步的研究啊 就是说秦始皇林在哪 在那个地方也有研究 如果把整个关中平原的所有这些 大大小小的这些可知不可知的领悟 全部开出来 够我们现在中国 开出来那些金银财宝古迹文文 换算成财富的话 够我们现在的14亿中国人 胡志海和500年 我给你看几个图哈 不算这几座金字塔 就是分散在关中平原的几座 类似金字塔的山区 只能这么说了哈 其实1912年 弗雷德·麦耶·施罗德 在自己的邮记里就记载了 他在中国关中平原找到了很多金字塔 现在不同啊 我们有了卫星 这些金字塔就火到了互联网 为啥 因为这些我国的金字塔 可能不仅是建筑学奇迹 还可能是超古代文明或者外星人有关 为啥有这么几点 首先是这些金字塔的方向 其方向是精确的 与地球的正南正北完全对齐的 修筑得非常齐整 其次呢 我们比较墨西哥的特奥地瓦坎金字塔 埃及的吉萨金字塔 以及我们中国西安的金字塔群 会发现啊 这些金字塔的布局几乎完全相同 都对应着猎虎座的三星 这就很奇怪了 这三个地方在四千年前有什么联系吗 最后是我国西安的金字塔啊 在春分的时候正对着天空中的栓子座 但这个正对呢 又有约十四度的偏差 正是这十四度的偏差 让这些金字塔变得更加神秘了 因为这种偏差被认为是由地球的地轴摆动造成的 我们地球在不停的公转和自转的过程中 地轴不是固定的 而是在摆动的 这种摆动大约每两万五千七百年完成一次周期 摆动周期 而这十四度的偏差代表一万两千年前左右的地球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推测是正确的 那么这些金字塔和栓子座对应 那么这些金字塔至少有一万两千年前的历史 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一下子变成一万两千年的文明古国 那之前的古籍对它有记载吗 没有啊也是没有啊 这也很奇怪 如果它一直都存在的 对 不仅仅如此啊 如果这些金字塔被确定了啊 不光会让我国的历史往前推 而且还能证明我国当时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高超了 因为啊 如果这些丘陵真是现实是意义上的金字塔的话 那么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字塔 它的面积是埃及吉萨金字塔的两倍还多 高度是吉萨金字塔的三倍高三百米 吉萨金字塔只有148米 建造其中最大那个金字塔至少需要五千万吨石材 是吉萨金字塔的九倍还多 还不止如此 吉萨金字塔的采石产距离金字塔大约十公里左右 是能找到彩石场 它的痕迹很明确 但是我们这些金字塔的材料来源 目前不得而知 最近的能采到这样石头的地方超过五十公里 何必呢 有一种可能啊 这些人觉得这不是问题 对不对 Easy 对 100公里他们都觉得很easy 对 可能从北京过来也很easy 可不可能是龙游石窟的石头呢 是一个石头吗 是一种石头 不知道 就是说外国人是怎么觉得呢 为什么没有这种采石产的痕迹 会不是龙游石窟的这个石头搬到湾中 外星人在干嘛 只能有一种情况 外星人觉得So easy啦 对不对 这种猜测才能成立 我觉得不要这样猜测了 其实如果我们中国政府开发研究 不会有人去研究埃及金塔的 大家都会来西洋研究这个 研究好 埃及的这些金塔建造之谜早就解开了 是吧 这种建造能力 如果说是没有高超的技术 或者说外星人的班主 在一万两千年前建造 说实还不太会有人相信吧 我的另外一个语言可能不是外星人 就是人类 上古人类 有这种能力他们 对 上古人类它是有修仙能力 而且现代人修仙要更加简单 这个也有人这么说 没有很简单 所以没有证据 老外也不知道这么多 他们可能更倾限于他们的 因为他们没有过去 没有过去 对 我们是过去比较苍白 他们只能想到未来 他们就觉得很可能龙游石窟的这些石头 去哪儿 古牙石居谁造的 和金塔应该是一拨人 他们怎么就觉得 未来来的人吗 不是外星人或者说是超古代文明 他们就这么觉得 而且跟三星堆 三星堆不是 我觉得有可能是同意 他们的说法就是把这些东西串起来 三星堆就是这些人的素项 那些龙游石窟 古牙石居 还有金字塔就是他们的 他们干的 其实当然还有其他猜测 他们干了这个是为啥 就觉得中国可能 因为这个规模更大 才是他们的据点 而且他们的据点就集中在关中平原 反正到目前为止 我国政府还没有准许任何关于这些金字塔 包括秦始皇连的开挖 或者考古探索工作 顶多就能用探测设备进行外部探测 所以关于这些金字塔的民团肯定还会延续下去 我还继续说一个外国人的猜测 这个猜测非常不靠谱 那你为什么要说 说出来一乐 和在航天飞机里面虐待外星人一样吗 我觉得这个比虐待外星人还扯 我觉得虐待外星人是真的 这个都不可能是真的 你们看埃及 中国墨西哥都有同样的金字塔 有规模大小的问题 而且他们排不一样 几乎形状也是一样 那有没有可能这三个地方互为殖民地呢 殖民地 对 要么埃及人殖民了中国 要么中国人殖民了埃及 墨西哥来殖民中国 中国殖民埃及 埃及殖民墨西哥 墨西哥又殖民埃及 对就这意思 我觉得他建造成一样的 可能是几个地方当时的先民都发现了 这个新秀的一些秘密 希望得到一些 不管他是为了干嘛吧 可能是为了成仙 或者是为了某一种仪式 或者是为了科技的一个什么尝试 都同时修了这样一些东西 这个有可能 这个完全有可能 跟殖民有毛线关系 这个说法其实它有诞生的时代背景 这个诞生的时代背景是1712年 也就是18世纪 欧洲那块殖民风气很严重 那个年代 非常严重 所以他们有这种想法 这个有时代背景 当然蠢扯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空间站里面虐待外贤 都比这个靠谱 对 好 最后一个 外星人遗址 图片上就是外星人遗址 这是政府清秀 这是位于我国青海省海西蒙古自治州 德令哈市东南方40公里处的白宫山 为啥要讲这儿啊 这还是个政府行为 官方认证 对 1996年一次研究考察 在白宫山山脚下一次发现了三个洞窟 在洞中发现了20多根直径在2厘米到40厘米的铁管 这些铁管是嵌入岩层中的 管壁与岩石完美融合 不是那种先找好个洞把这管子插进去那种 而是直接把铁管插到建议的岩石里面 洞口对面80米处就是波关零零的脱塑湖 后面就是脱塑湖 就在离洞口40多米的湖滩上 也有许多的铁管整齐而散乱的散布在裸露的沙岩滩层 这些铁管直径较白宫山里的要小 从2厘米到5厘米不等 还有一些铁管分布在湖水里 有的露出湖水面外 有的延伸进脱塑湖 形状粗系统沙岩滩山的铁管非常类似 很奇怪是吧 有没有可能是现代人制作的呢 不知道不太可能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里官方认证外星人机制 因为这些铁管曾经送过基铁山冶炼厂化验室进行化验 化验认为白宫山铁管样品成分中的氧化铁的含量超过30%以上 其中还有60%左右的二氧化硅和氧化钙 也就是沙子 为啥会有沙子 因为研究人员解释说 这种情况是因为沙岩沙子与铁管长期锈时融合有关 所以沙子的成分是进入铁管里面 还有3-7%的成分 不知道是啥人 就是未知物质 他们就对这些铁管进行了年代测定 发现这些铁管至少距今有十多万年了 这也是为啥白宫山的铁管里面有很多沙子的成分的原因 至少有十几万年 十多万年铁都没法完全消失 但是已经融合了跟沙子了 它有那种特定的环境因素在那儿 那个地方非常干燥 在青海省的沙漠里面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还有3-7% 不知道是啥东西 它起到啥东西 对我们不知道 沿滩上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发现 沿滩上因为时间久远了 它外面就包裹了一层这种盐这些物质 看上去只是一个中空的岩石 只有发现那个洞的人才能知道那有铁管 还有十多万年前 谁能制作铁管 史书上记载我们中国的野铁技术 也不过就2000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谁在那儿干的 盛一代人们 在对这些铁管的方向和排布组合进行复原以后 研究者惊奇地发现 这些管道可能是一个复杂的古代银水系统的一部分 虽然在已经发现的三个洞穴中 有两个洞穴已经倒塌掩盖了里面的东西 但是从剩下的一个洞穴的铁管的走向和沙滩上各种管道的走向 可以发现这里原来可能是存在一个复杂而庞大的输水设施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这些铁管的建造者必然是拥有高度限定的科技的 他知道输水排水对吧 他也能制造铁管 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这些铁管真是一个集水排水设施 那么它的排布和现代我们理解的这种集水排水设施的布局是反的 就是我们现代的集水排水设施是水源地一根粗管子 对吧 送到中端每家每户的是细管子 但是白宫山的铁管是脱速度里的是细管子 用水处白宫山山顶的是粗管子 它是反着的 那十万年这种抖短心仪的地貌发生变化也很正常啊 是啊 但是没法解释嘛 对 所以目前啊这个外星人遗址还是个名 所以这是一个官方盖窗认证的遗址 可以去打卡 可以去打卡 好虽然我们这次没有讲三星堆啊 因为三星堆之前实在是太火了 我觉得我不需要再多讲一次三星堆 如果我们能查到更多的就是这种 大家没讲过没听过的这种三星堆的资料 我们再来补上 之前那个网友问我们为啥这些实在错误移物都是国外的 我们中国们一有 其实我们肯定是有的 这些不就是了 对不对 只不过我们国内不虎而已 我也考虑一下为啥不虎 我也想过一些原因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实在移物啊 其实随处可见 可能没有想到我一点你们就通了 我们太司空见惯了 作为地球上唯一一个延续了五千年的文明古国 我们保留了很多上古留下来的文化记忆 其他国家是没有的 其他国家都断代了 我们的实在错误移物是包含了文化性和哲学性的东西的 而且我们每天都在接触 比如说《易经》和《环地内经》 想想看是不是 对 我们无时无刻不沉浸在这种宏大而深邃的哲学体系里 有人敢说 我们研究透了《易经》或者《环地内经》吗 没有吧 但是我们越研究这些经典 就越会发学它们的超前 就越会发觉它们的震撼 越会觉得这绝对是一种超高文明的义物 对不对 只是我们没有能力研究透而已 观《易经》就能反映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 《环地内经》里面的气学 《金曼现代医学》同样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它就是有用 对不对 在这些文化正当面前 上面说的那些时代错误遗物 我觉得都爱爱失色了 当你能发现宇宙万物的变化规律 并用它预测未来的极凶变化的时候 这种外在的错误遗物 当然也就不值一提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错误遗物 在我国活不了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